民进党当局推出义务兵役期延长一年后 争议不断 抨击不断 对岛内民众的反对 台湾青年的担忧 以及这些青年父母的关切 民进党当局充耳不闻 视而不见 大家不妨想一想 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我行我素 一意孤行 不就是为了战争做准备 为了裹挟台湾青年上战场 充当台独炮灰 前不久 民进党当局为配合义务役 恢复回一年 推出所谓的就学服役 三加一方案 结果只收到五个人申请 这充分说明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 特别是台湾青年已经看清 台独意味着战争 民进党当局 所谓青年不会上战场的承诺 不过是为了骗取选票 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 操弄 以武谋独 只会加剧台海形势 紧张动荡 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安全扶持 牺牺牲台湾青年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